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似乎连明媚阳光 时时微风都一同入口 从种子到餐桌 将来自大地自然鲜甜的蔬果 营养完整的包袱送到餐桌 如果我们经过好好的分级包装 然后运输的这个过程 好好去研究它保鲜的这个过程 我想在消费者市场 或在消费者的这个餐桌上 都是还是一样可以做到这么新鲜的东西 不一定要现才才这么新鲜 你在台北市 在你的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新鲜的 这些蔬菜 水果 近年来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新鲜天然的生酥鲜果 成为补充各项营养素的重要来源 然而 蔬果依然会有农药残留等疑虑 怎么样才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又健康 将成为现代农业的挑战 因为平常都吃外食啊 然后想说买些沙拉自己在家里可以吃 比较方便加个酱就可以吃了 因为它很方便啊 很简单啊 就是饮用水洗锅之后就可以料理了 然后它强调无农药啊 应该是日本引进的基础应该是很健康的 我们所追求 艺美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农产品 第二个高品质的农产品 第三个能够定时定量供应的农产品 第三个要好吃的农产品 有营养的农产品 当然才说最后的检验的阶段 可能我们会取得广众的信任 我们会经过化水的SGS的这个检验 保证我们的东西绝对是没有农药的残土 之外没有其他有害的物质 这才是真正的安全的这个蔬菜农产品 结合各地的小农夫 并将科学栽培技术 教导给各农地的小农夫 在专业的技术转移 并严格把关农作物栽种过程 有利台湾农产品的质量提升 更帮助台湾农根技术提升 如果用传统的这个销售通路 是农民是没有办法赚钱的 那用肥的方面的话 其实公司会给我们一个 比如说我们种生菜比较合理是应该用怎样的溢肥 怎样的立肥在 比如说栽培前的积肥的使用跟7天14天21天后 需要的肥料公司都会给一个建议 然后在栽种过程 它会辅导我一个礼拜 我大概是怎样的施肥 然后如果说菜有一点什么状况 它会来跟我观察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在检验的当中 我们的农产品 事实上在农民栽种的时候 我们随时就在去抽烟它 里面是不是有肥料够量 随时有没有 至于它农药使用不恰当 采收前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到安全了 我们才有要采收 农村老年化 农村人口万移 冲击着台湾农产品供应量 运用新的栽种技术 不仅大量减少人力需求 并且也减轻工作量 同时也让农产品不再受气候影响 让农产产销更加稳定 那所谓科学化的话 现在的农业科学化 就是要讲求数据 记录 所以从土壤回到的分析 气候的这个温度的变化 湿度的变化 日照的变化 我们都是有可以记录的 台湾向来以农业技术为著称 随着时代的演进 农业也朝着精致化 农业结合时尚休闲 也将引领未来风潮 将来我们会在休闲农业催化面 体验农业催化面 让全国的农民都能够新生在农民上面 即在农产品的作物上面 变成它生活的一部分 那农民的健康一定可以更进步的 大家知道更做农作物的生长 除了对身体健康以外 对心理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在繁忙的都会中 吃一口从山林生长出来的养分 弥补对大自然的妄想 仿佛踏进松软的泥土里 释放积压许久的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